团长超级尬 嘎嘎嘎嘎嘎嘎 超级新饭团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赵让 还没宝宝 还没宝宝 这就是还没宝宝 肩皮宝宝 怎么可能啊 跳不出去了 完了 哇 我的天 卖羊羊 我怎么没见过他长这样 现在这样 他是国产的吗 对 他是羊吗 羊羊 对羊羊 懒羊羊 我的钱 我怎么没看过这些东西 哪吒 哪吒的 他是国产的 他有几个小伙伴 他有带来的菜 他对小鹰啊 什么呀 这个是 哎呀 他呀 这是那个吗 美少女战士 说出他的名字 美少女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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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音镜上看篮球 幼稚幼稚广告 老给我推这种广告 主要是我每次看广告 我还忍不住去给他看完 有什么恋爱 正在热播 剧本哪些地方比较细腻的 题材比较新颖吧 联系深合 经纪人 太恋爱了嘛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基本上很小几率很少 如果现实中也有像这个剧 剧情这样发展的 公开了然后就直接说自己不做了 我觉得是ok的 没有好多 官方发出了一段花絮 是你在沈山现场看的reaction 对 你当时看的是哪一段 就是从头开始看的 当时是第一次看嘛 而且当时 别人一块看自己就很奇怪 啊 no 哈哈哈 那个电视里的我就像个猴 然后大家都在看猴的感觉 我有演员类的节目 找你参加的话 会毫不犹豫的参加呢 还是会有意义 我肯定不参加 现在来看 演员这个节目可以成就一个人 也可以毁掉一个人 当你还没准备好的时候 你就上到一个那么大的舞台上去 跟那么多的演员比较 那不是自讨没趣的吗 他不是要发自己第二张的EP了吗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灵感的来源 就是制作人他就女朋友嘛 当然他们没有必利啊 他们不是bad ending 但是老师还是给了我很多灵感 有一次在女团舞和女装之间 你选择了女团舞 在漂亮姐姐的时候 你毫不犹豫的套上了那条红色的小裙子 因为我觉得穿衣服比跳舞方便 小时候学芭蕾舞的时候 有没有穿过小裙子 真的穿过当时 哇塞 而且当时 又有一个小公典 我一过去全是女生 只有一个男的 要穿一样的衣服 小平的那个裙子 妹副的穿了裙子 然后跟他们跳了一段那种小芭蕾舞 羞耻 那时候有没有刷到灵达被 我其实真没有 我刷到灵达被 我看灵达被一把这边推给我 粉丝老师 粉丝家人 粉丝朋友们 粉丝朋友们 就是爱他我 看他短暂的掀了一下 是我先掀的 致敬我了 他有点 大家如果说男人人情内卷起来 会有一些身材上的焦虑吗 焦虑我还好 我只是会有一些小要求吧 希望自己的身材能 像一个成年人 所以光天天妆安排上我 哈哈 俩口无言 我的母语就变成了无语 之前有一个造型 我的这里有一个眼睛 对我自己的想法 那个是飞食堂 就是贴的 很帅 我还有好多 各种各样不一样的眼睛 我以后每场贴一个 我满身一身眼 现场可是喊什么 是能吸引到主意的 能卡 再正好大家都喊完了 他突然咔一下就出来 那种那肯定会引起我注意 他不管喊什么都会 之前你说借舞 现在借舞接受了 这个借舞其实只是 这张EP BOSS他们可能会不怎么跳舞 因为你不是录了一个银导航吗 嗯 有没有想过去考一个家长 没有 我走路也可以开那个导航呀 有家照我也不会买车 现在我得先买房 你买车只会贬值 你还要养车多浪费钱呀 坐车的时候 会不会要求司机跟你的银导 不会 我的妈 我真恨不得 我是大型射死现场 最早的时候 有没有对人建策欣赏自己费 没有 没有 我会欣赏 偶尔会就看自己的脸吧 看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6月我们就是毕业的时候 有没有看过自己的CP小时期 有啊 挺有代入感的 有没有被心疼和我 要过其他人的签名 有啊太多了 我这小学同学 初中同学 没一个是喜欢我的好吗 全是喜欢我朋友的 现在关于自己最扯的一个瓜 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说我在国外啊被欺负啊什么的 我怎么可能会被人欺负啊 一个就行了吧 一个就行了 皮个大叉 王辰毅 虽然他写的是谐音梗 我不敢称神明 哈哈哈 结果 还被一个认识他的人给抽到了 来了 天天练皮叉什么的 一字直的那种 我问问问问你的心 有没有偏刻一点点神经 我擦我擦我擦 我擦我擦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 要踩个老师留下一个跳声的 好 好了 学攻击打明三十秒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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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知道是哪个幸运嘉宾 会抽到我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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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